小尖,你明天赶紧让你丈母娘和你老婆滚回老家去,我不想看见他们 妈好好的怎么突然让我丈母娘他们滚蛋,是他们惹到你了吗 不是,是你哥哥嫂子打算帮回来住了,你老婆他们要是不回老家,你哥嫂他们回来住哪里 我们才是一家人团圆,他们在算什么,而且我看见你丈母娘在家里转来转去,我就讨厌 但是妈,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回老家呢,毕竟这房子是我丈母娘他们家买的 你一个大男人让你办点事情怎么默默唧唧的,他跟你结婚了,这房子就是你的 你怕啥,既然是你的,你想让谁走就让谁走 可是我们家这一年多的开支,都是庭庆正的工资给我们一家老小吃喝拉撒的,我真的张不了口 就算是他出钱给我们家花的,你就怕他了,你可怕老婆的东西,你听我说 婆婆便给饭间出了个主意 你就这么跟他们说肯定能让他们滚蛋的,我们走 饭间便跟着母亲一起到了庭庭的房间 老婆,我听朋友说刚生完孩子的产妇最好能到乡下去休养 乡下吃的都是纯天然的绿色蔬菜,空气也很清新,鸡鸭都是吃虫子长大的,营养高 你跟妈回老家去坐月子吧,你吃的好了咱闺女也吃的有营养 婷婷啊,小尖说的没错,还是乡下好,吃的好心情也舒畅 你看我那时候生我俩儿子的时候就在乡下生的,吃的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东西 饭间兄弟俩现在长得多壮 我们离老家太远了,回去都不方便,而且我才刚出院还在月子里,不能见风 孩子又得定期去医院检查身体的,乡下医院不方便,我还是信任大医院 婷婷,小尖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她想让你养好身体,身体养好了 你也好给我生个大孙子,况且你爸一个人在家,肯定想你妈了 你就带她一起回去吧,要不然邻居们看到你妈一直待在这儿也会说三道四的 你以为我妈舍得把我爸一个人丢在家里吗 还不是因为你不肯照顾我坐月子,我爸在家又不会烧饭 我妈一点都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家,我爸怕我妈担心还说自己已经学会烧菜了 他那么大年纪了,哪里那么容易就学会烧饭 所以我妈只好打电话给邻居拜托他们照顾点我爸 你爸在农村都大半辈子了,又是个老爷们,粗糙点过怕什么 你公公不也照样一个人待在老家吗,你们怕他在老家过得不好 正好你现在出院了,你妈可以带着你回老家坐月子了 你也不用担心会吹到风,我已经给你准备好帽子围巾手套了 你回去的时候穿个长袖长裤不就可以完全遮住了吗 裹得这么严实你一点都不用担心 老太婆,你是疯了吧,现在是四十度的夏天 裹得这么严实你就不怕我中暑吗 估计我刚出这个门就要被热晕过去 而且我妈说现在孩子小不能带出门,要等到百天才能带她回去 你这个臭女人竟敢不听我的话,我不管你走不走 明天我都给你送出去,你赶紧让你妈收拾东西 要不然到明天我就直接把东西都扔出去 为什么非要让我们明天就回老家 你们家是出什么事情了吗,出事了你也别怕 你赶紧告诉我,我会帮你们一起想办法的 佩佩佩,你这张破嘴说什么呢 你家才出事呢,我们家好好的你咒我们呢 你明天不搬走,我大儿子一家回来住哪儿 我们家就三间房,压根住不了这么多人 你明天必须带着你妈回老家去 把房间让出来才够我大儿子一家住了 半间,你跟你妈是商量好的吗 是啊,亏得我妈想出这个主意来 要不然我这脑子还真想不出来呢 我们一家人团圆,你跟你妈回去跟你爸团圆这样不是最好的吗 大家都高兴,你们就赶紧收拾东西明天回老家去吧 就是啊,反正你大嫂也不喜欢你 她回来看见你再肯定又要跟你大哥发脾气 到时候闹得一家不得安宁 而且你妈妈丧门兴的脸挂着 让人看见就倒胃口 你们一家真是无耻啊 我这才刚出院回到家 你们就要把我和孩子赶回老家去 我是偷妇产呢 你怎么一点都不体谅我 而且还让我坐车回老家去 万一路上我刀口崩开了怎么办 你们有没有替我想过 你大儿子儿媳回来你就迫不及待把我赶走 你就不为你孙女考虑下吗 她才出生一个星期啊 你怎么忍心让她跟我们坐那么长时间的车呢 老太婆你太狠心了 你就是太娇气了 我刚生完我儿子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 哪像你这么矫情的呀 况且你就生了个赔钱货 还好意思在这跟我叫唤 我告诉你 你大嫂现在肚子里可又怀了一个 已经给大师看过了是个男孩 我们老饭家都指着你大嫂传宗接代呢 她之前生了个儿子 这又怀个儿子是给我们家开支散叶的 我可不能亏待了她 妈大嫂又怀了个儿子 真是太好了 改天你问问她怎么能生儿子 不像我老婆只会生鸭头骗子 犯间你个王八蛋 你是孩子亲爸爸 难道因为她是女孩 你就这么不待见她吗 她才没出生几天 你就不管她的死活赶我们走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我这十个月里你们从来没照顾过我 饭让我做 衣服让我洗 刚开始我还能轻松点 肚子没那么大 可是后来肚子大点了 你们就变本加厉的压榨我 要不是我妈舍不得我来帮我 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到生孩子这天 女儿生下来你们也不管 都是我妈半夜辛辛苦苦不睡觉照顾孩子 现在更因为她是女儿 就要把我们赶走给你哥嫂疼地方 你们还有良心吗 我是长辈 这么大年纪的人照顾你啊 张婷你嫁给我了 就得给我照顾我妈 不是请你来当老佛爷的 你妈给你带孩子你怕她累 还不是因为你自己太懒了 别什么都赖到我们头上 世上怎么有你们这一家这么不要脸的人呢 我妈夜里得照顾孩子 白天还得照顾你们的吃喝拉撒 你妈就像死猪一样 往沙发一躺刷老冯头的视频 就刹手指头都不想动了 我妈凭什么这么伺候你们 造反了造反了 你这个死丫头竟然敢这么说我 你看我不打死你 就在婆婆想上前打婷婷的时候 死老太婆 你天天指使我干活就算了 现在竟然还想打我女儿 是谁给你这么大的脸的 现在还因为饭间哥嫂要回来 就想把我跟我女儿赶回老家 你知道这个家谁是大王吗 你你你你竟然敢打我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饭间赶紧拉住了他妈 你这个混小子拉我干嘛 我要揍死这个老太婆 妈你别忘了这是他们家买的房子 你别太过了 到时候闹掰了哥嫂 他们就没地方住了 你们也知道这是我们家买的房子 那你们还敢这么对我女儿 这房产证上可只有我女儿一个人的名字 你们就不怕我把你们赶出去 你竟然还想把我们赶出去 我儿子跟你女儿结婚了 这房子肯定是一人一半了 你是赶不走我们的 我想你是还没看清楚法律条文了 不对 我忘了你看不懂了 因为你不识字 法律规定婚前买房就是个人财产 不属于夫妻共同拥有 所以这房跟你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饭间 你们结婚这一年多来吃我们家婷婷的 和我们家婷婷的 他这么掏心掏肺对你们家 你还敢这么对他就不怕天打雷踢吗 还不是怪他自己不争气 非得生个丫头骗子出来 他要是生个儿子 我们会把你们赶回老家去吗 饭间 我真是瞎了眼嫁给你 这一年多我就当我的真心喂了狗了 我真是后悔遇见你 我为你们家所做的一切真是太不值了 我告诉你这房子是我婚前财产 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你们娘俩给我滚出去 我不想看见你们 等我出了月子我就要跟你离婚 老婆 别啊 怎么就要离婚了呢 你要是不想回老家那你就不回 我没意见了 我让你回老家也是被我妈窜住的 你别怪我 你要赶就把我妈赶回老家吧 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行吗 你这个逆子竟然要把我送走 你们俩都得给我滚 现在立刻马上 要不然我就报警把你们赶走 这婚事离定了 婷婷刚说完 婷婷妈便将这母子俩人赶出了家门 一个月后婷婷也起诉离了婚 婷婷做的对了 听论区一起来聊聊